哇 哇 什麼東西 你剛剛看到嗎 他剛剛飛起來跟那個誰一樣啊 他跟Targo4一樣高耶 乾 歡迎到Z2U.com 享受安全便宜又可靠的遊戲幣交易平台 因為上面都是真實的賣家 所以相當推薦給有需要MT或是VC的玩家喔 哈囉你好我是Synos 好今天的話我們要來繼續進行我們這個賣聽模式 今天喜歡這卡片的話就是我們這個Lanzobo 那這張卡片的話我其實覺得 因為畢竟 我介紹我上次所說的 前面有Luca Dantridge Ben Simons Matic Johnson 那這樣的一個情況下的話 這個Lanzobo這個時間點出的話 其實我自己目前看來 他的這個整體的這個能力啊 雖然有在好一點點 例如說他要比Ben Simons在好一些 他要比這個Matic Johnson在好一些 但是我個人覺得以模型來說的話 他這邊可能還是稍微有那麼一點點尷尬 但是因為在場裡來說的話 這個Lanzobo還算是一個屬於高控球的情況 他這邊有198公分 因為一般來說的話 這個所謂控球後應該照理來說 都只有196公分 就是差不多常人的一個控球後會有的身高了 不過他這邊稍微再多了兩公分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的話 他勉強也可以算是在這個Matic Johnson的高控球 那這球員本身在常人所認知裡面的話 他算是屬於一個 防守非常非常好的一個球員 不過呢他的那個跳投姿勢 至少在虎人隊時期他並不是這麼好 但是呢我個人認為 他在今年在這個 女花狼替褲隊他有試著把這個投案知識 改過了之後 現在這個整個命中率的話 有稍微的上升了一些 所以我不知道這個Lanzobo這張卡片呢 他到底是屬於 是以前的那種投案知識 還是屬於現在的投案知識 這個的話我得在這個遊戲裡面 我才會知道 好那我們這邊的話 先給各位看他整體的屬性吧 好那這邊的話 這個進攻防的都是99平分 那這邊身高的話是198公分 好那這邊來看他整體的這個屬性方面的話 我們可以看他投案屬性方面 上面就投案的話 這邊來到96平分 你無論用什麼教練價錢 他都一定可以到99 所以我這邊的話可以暫且不看 那除此之外的話 他這個球員本身除了背籃之外 基本上他整體的這個得分都非常非常好 包含切入上籃98 包含了這個切入灌籃也有97平分 把球還有90平分 哦還行還行 那原力扣籃60平分那還好 簡單說就是這個球員本身 他沒有任何的這個禁區得分能力 我這邊可以直接這樣講 那除此之外的話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這個空中屬性方面的話 我們這邊有96平分 那除此之外的話 傳球至上以及這個傳球競爭都是有98平分 這樣其實整體來說 他已經是一個頂級後衛的程度 好那這邊在防守部的話 我們這邊就如果剛剛所說的 他這個球員本身啊 他在外線的防守啊 絕對是大所級別的啊 雖然在現實的話 可能還不到大所 但是他這個整個防守的態度 他確實有出來說 我覺得給他98平分 嗯...還OK還OK 不過在禁區這個防守的話 我個人認為就比較稍微普通一些 包含這個內線防守79平分 以及這個主攻70平分 然後這邊在籃板普通話 因為他控球後衛 這邊的話我個人認為他 大概只有這個 進攻籃板79平分 以及這個防守籃板80平分 我個人認為也就沒關係 應該也就差不多了 然後這邊來到運動能力方面的話 哇這邊真的是除了力量外 其他基本上他都是頂級 哇真的是很猛的一個球員 我覺得個人認為這張卡片 之所以我認為他蠻猛的 就是因為他整體的這個屬性已經到達 你幾乎可以說他全球就有卡片了 你知道嗎 就差他一兩點而已 其實你基本上還可以說他全球就有卡片了 這張卡片就這麼屌 所以我覺得啦 這邊他是刻意有把這個禁區弱化 要不然他其實這個球員本身就是 真的就是到達一個非常頂標的一個程度了 好那我們這邊的話 來到回答部分 我們總共有41個名單回答 那我們這邊其實基本上 你可以想像的到就是 包含使免分 然後包含了這個禁區的 可能切入上籃方面的一些徽章 包含什麼終結者系列 應該他都有 然後可能空中魔術師 包含了傳球屬性方面的一個能力 可能炎魚控球 可能閃電反應力 可能一些例如說像是 腳踝終結者 這些他應該都有 那再來三分球投射方面的話 應該是綠色機器 技巧投安手 敵角三分球 這些三分球有關的他應該也都有 那防守方面的話 你也不用講 什麼穩定型防守者啊 什麼壓制王啊 我覺得應該是護框者那些沒有而已啦 對啦 應該我看一下 我確認一下有沒有什麼護框者之類的 應該是不可能有啦 因為畢竟他這個禁區裡面防守 已經 相較起來已經是弱化不少了 那這邊的話他是沒有所謂的這個進區方面 包含什麼藍板獵手啊 包含什麼護框者啊 這些他沒有之外 其他基本上他大部分該有的他都有啊 就是你能想像有到一個空缺 會不會該有的會上他都有啊 如果這邊的話 我個人覺得這個球員本身啊 他唯一可能輸的只有劍魔 他唯一這個身型的話 他可能有機會贏得過這個Loka Dantich 但是你要說贏過Ben Simmons 跟贏過這個Matic Johnson的話 這可能還是有些難度 但是我這邊的話 我是給予這個球員高度肯定啊 這個球員本身他的整個徽章 我個人認為 算是給的非常非常的多啊 所以我是覺得 你要說他能夠代替現在主流嗎 我目前還不敢這樣肯定啊 但是我覺得這張卡片應該 有些人會蠻喜歡用的 這是我個人的想法 這是我個人的一個想法 好啦我們這邊的話 就直接來到球上面給各位看 這個狼座波瀨球上面給表現吧 我們來看看今天隊友的陣容啊 好喔 對方用這個Steven Curry打2號位啊 那可以那可以 因為我們在整個整體陣容來說的話 Targo4對方PoPo可以 然後這個3號位 Ben Wallace對上這個Karenko 其實也守得住 那我們今天這個陣容的話 哇完全是天克對方啊 這我覺得應該是蠻有機會的 蠻有機會的 好啦那我們今天比賽的話 竟然開始囉 對方的話是用 喔金正恩是對的這個球衣耶 好我們首先先跳球 我跟你講球哥100%吊打Steven Curry 這個是沒辦法的事情 速度好快 進去 進去 喔散彈 這球 唉可惜被干擾到 應該可以直接上 干擾到 蓋死你王八蛋 進去裡面 散彈 可以 我目前打2球 我現在可以把它定調成是這個 大概198公分的這個 火鍋 198公分的這個 葫蘇手啊 我覺得應該是這種感覺啊 球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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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給球 太神啦 球給球 外線扣籃的感覺很好 但是我外線突然 目前還找不到感覺 直接到這邊切進來 手到頂 手到頂 打線籃板 再給進去裡面 現在不行喔 上籃 可以啊 哇 這球沒有進 超鍵 斷到 可以啊兄弟 屁啦 我剛操球那個還能算回張火力 裁判你怎麼判的 好來看一下 進去裡面 手好手好 哇 這個還敢進來 拿下 球給球 太神啦 球給球 哇 撞起來 可以啊 哇 舒服啊 我今天把Steven Curry 真的撞到他老媽的Blender 你不要鬧啦 你不可能轉得過Ben Wallace 他那個 什麼東西 我蓋你頭上 蓋 這個我蓋到了 但是沒辦法 他那個位置比較好 前路進去 上籃 哎呦好球 幸好 那個 幸好我對位是這個Steven Curry 要不然我其實基本上 很容易爆炸的那一球 你想像一下 如果剛剛那一球是那個 Ben Simus來收我的話 我可能會很慘啊 進去裡面 扣籃 那火大 進去裡面 阿這球沒有超到 阿 死吧 哪有多尷尬 好 這邊直接晃一波 一過 快 shaped toy 可能受不了 哇 好球 唉呀 看一下 哦 哦 鍋鍋蓋你頭上 啊現在籃板 丟給球 进去 扣來 哇 我今天 瘋狂得分耶 雖然外戦我都不太敢 哇 哇 什麼東西 你剛剛有看到嗎 你剛剛有看到嗎 他飛起來跟那個欸 他剛剛飛起來跟那個誰一樣啊 跟TargoFone一樣高欸 幹 這外掛吧 目前的話是巴比蘇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好啦我們現在來到第二集安 這球沒有抄到可惡 好回來 上面球出收有嗎 哎呀這球還是沒有 他上面球外線即使有這個神社的載色 但是他還是不會進了 多尷尬 能想到多尷尬就多尷尬 我怎麼快說不了了 中頭 你總幹進了吧 這個太誇張了喔 今天他開載制能力他媽反而不進是怎樣 我怎麼頭怎麼不進了 我快說不了囉 上面球 蘋頭 總算進啦 該死的兔袋子 總幹進了三分吧 你是一個外線神社手 我覺得還可以啦 哇 可以可以可以 哎呀這邊拿下 再上 哎呀這邊還是沒有進 換三分球 來一顆來一顆拜託 哇 三分球 再不進 我已經對他三分球已經失去信心了 那我就進去扣籃 爽啊 好那我們現在的話 把這個替補聖龍換上來 好那我目前為止 覺得啦 這個 這個 浪洲波這個球員本身三分球外線 你就真的 不要妄想了 他真的是 不太適合投籃 但他確實啊 這個進去裡面切入這個能力啊 確實如我所說的啊 哎呀 可惜 確實如我所說 他有點像是那個 長高版本的這個 Alex Crusoe 這個球員本身很好用啊 這個確實是這樣 快三分球 出手 好球 Bounce 我到目前為止 基本上我覺得 要能命中三分球 真的是 呃 靠運氣的啊 他真的 嚇死我了 嚇死我了 給我們嘎內特進去 扣籃 舒服 OK Kevin 哇 這穿球的那個角度 不太對吧 好球 好球 各位嘎內特 哇 你為什麼要穿那邊 扣籃 蓋死你 太舒服了 上去 哎呦火鍋 哎呀我剛才想晃人沒晃到 兩分給你 兩分給你 但是三分我不放 一個 哎呀這個籃板 抓起來抓起來 我先給 關線三分球出手 有嗎 Bounce 好 Cavin 這邊應該可以傳給Tracy 哎 那你就自己走出去了 那我就不好意思啊 那我就沒辦法了 哎呀這邊 有機會好球 綠的 可以可以可以 這邊戰術交一波啊 關線三分球 橫移 拜託你得進啊 好球 可以可以可以 有點東西啊 有點東西啊 我覺得這應該守到了 我覺得這應該 哎呀 守得不夠乾淨了 再一個三分球 拜託 漂亮啦 三分球出現了 好 那這邊對手的話 就直接被我打退了 那我覺得 嗯 還行 好像還行 我們看今天隊友的陣容啊 喔 對方的話是這個Ifferson 2號為Ifferson的話 我個人覺得 嗯 應該我打他還是比較好打一點 畢竟在身高上是有差距的 那這樣這個我本身 防守也是 絕對可以把對方給守住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的話 我自己應該是有自信 在2號為這個地方 可以打過對方啊 好啦那我們今天比賽的話 即將開始囉 來吧來吧 啊可惜對方先跳到球 好來吧 好我們這邊先來測試一下 這個Lonzo Ball本身 外線三分球感覺 怎麼樣 綠檔 OK 還行還行 外線三分球的話 運投還可以啊 我目前 掌握起來的感覺 還行 超級 進去面 破了 哎呀 破了 S Shit 來來來來來 這沒辦法 好球 哎呀 可惜 這邊來看一下 這邊 這邊 哇 哇 他Ifferson其實用的很不錯 我目前覺得OK 進去面 這邊有超級 我的媽呀 搞得到 拿下籃板 OKLonzo 進去過來 好球 我目前覺得他萬一三分球 不要讓他一直投 但是他的進去得分的話 其實可以啊 這個在切入灌籃方面的能力 可以 我是覺得還不錯 這邊 哇 下籃板 可以 然後這邊先給Benz Simmons再個進去裡面 好球 哇 來 轉身 過手 啊 這球竟然又沒有進 來看一下 哎呀 直接被Majic Johnson直接一個扣籃啊 三分球 三分球 再一顆 哇 那三分球熨頭真的很舒服啊 好這邊 各位 這邊應該守到 哎呀好球 哇 他居然這球還是能進 兩周波切入進去裡面 不 哇 哇 這邊直接飛升扣籃啊 牛皮的不行啊 噢 噢 噢 哇 他這樣直接操的耶 太鬼了吧這個人 火鍋蓋你頭上 我哪有徵求 噢 噢 好吧 他說我徵求我就徵求 我也沒辦法 哎呀好球 他這個切入上籃 有嗎 有嗎 好球 哇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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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今天等下12分啊 到目前為止 收到 448 好啦那目前第幾集 14比14 休息一下馬上 回來 那目前來到的是這個第二集啊 那我這邊的話 試著讓這個 球哥直接單打看看好了 好 直接進去扣籃 噢 哇飛起來了 我真的覺得他其實打起來感覺有點像那個 Erax Crusoe的那個 身高加強版 有點像這種感覺啊 就是他整體打起來的這個 包含了 呃 跳投的感覺啊 呃包含了這個 進去切入扣籃那種感覺 其實都有點 有點相似啊 所以我這邊其實 到目前為止還算蠻推進這張卡片的 哇 他直接 不來手了啊 哇他卻出來 我操你 哎神社宰字耶 神社宰字你尊重一下好不好 這邊應該好球 神社宰字耶兄弟 我覺得他防外線不防內切啊 我覺得他這個人 他打法目前感覺起來是這樣 說好就是防外線不防內切啊 可以啊 這邊干擾到 再給低招 這邊再回收 可以啊一個超級 好球 所以他這個對手的話基本上是不太會防任何戰術的啊 好這邊那些 可以啊 好球 你看他就是一個其實還蠻單純的 但是我覺得在防守方面我得再加強啊 進去 哇這個要犯規 我操你啊 這個我的鍋 我的鍋 這邊再回個外線 這邊有干擾到 再進去裡面 拜託拜託啊 鎖不住 GOGOGO MAGIC 江山 三球出手 後球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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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看一下Prosengis 這邊沒有斷腳 這邊沒斷到啊 唉呀 來切入 扣籃 好球 到目前為止其實我們都還算平手啊 但是對方其實 是有點實力啊 這個我承認啊 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不是哈登 這邊會 來切嗎 他居然沒切 好球 收到 阿金球 藍牌居然沒拿下來 啊 真的是受不了 欸 心腦沒進 真的是心腦沒進 Shit 剛拿下來因為沒想傳球就來不及了 這球 蘊頭 好球 抓案板 再抓 蘊頭2分3分 砰 剛好結束 好啦那目前的話 32比28 休息一下馬上過來 好啦那目前的話 是來到第三集啊 那現在的話 先多給這個 小哥一點點尊重 切入 後蘭 不 不是 不是 好好好 他有進就好 再回給 哇 哇 真的是每個人都把自己當Coby Bryant欸 好扯喔這個人 這邊一個直接給球了 君子線頭 bounce 可以 這邊來看一下 給進去裡面 哇 這個速度 他剛剛那邊又掌握到一個好的節奏 來看一下 好全部拉開 扣籃 其實對方我其實已經看得懂他在 打的戰術是怎麼樣 但是 應該應該還算守得住 斷球啦 幹 好 這個進去裡面 扣籃 哇 這個可以這個可以 下個擋他 基本上就爆了 進去 上籃 搖個反規可以 其實我NBA2K啊 你現在要做的事情 基本上就是你要去猜對方最主要打的打法 跟對方最主要的這個破綻是什麼 就是你不要賭氣就只用同一招 就是你得嘗試著去 多做一些改變 這邊來看一下 這邊 他怎麼就直接進去了 幹 進去裡面扣籃 其實其實其實他的那個戰術太太過於單調了 我說我說在防守方面那個戰術啊 就是其實很很明顯 這邊抵叫 欸 這個我的錯 欸 進去切入 扣籃 個扣 先把他拉到外面來啊 然後再進去給他一個切入啊 那個他就舒舒服服的 噢 你是不想玩了是不是啊 怎麼一個腳開直接投胎了 欸 外線 Kevin 3分9出手 有嗎 好球 我現在不太敢讓他投3分啊 他3分球其實有點 有點古怪我說真的 啊 這有可惜沒進 3分9出手 拜託 幹他 3分球他媽真的是有點 有點 有點古怪喔 繼續扣籃 好球 他外線3分球其實有點不是那麼穩啊 這個 相信大家應該是看得出來的 好啦那現在的話是來到我們這個第三節了 最後我大概50秒左右啊 那我這邊的話 盡可能的 切入 上籃 好球 其實剛剛有點冒險 剛剛那個真的有點冒險 但是我覺得我相信我的這個戰術啊 只要我的戰術還在跑啊 我就始終相信我的戰術啊 我剛剛就直接花了大概5分鐘啊 我看他把一個人把全部所有的叫情全部叫完了 我不知道他到底想幹什麼 你知道 好再改進去 裡面 選擇護鍋蓋他頭上 操他老媽 來 你切入 不 藍板抓回來 水啦 我相信我的3分球 哎呀可惜 好啦那目前的話是53比38 休息一下馬上 來 好切入 扣籃 嗚 哇我個人覺得那個對方的那個 Alan Everton完全不能守得住我啊 哇好球一個3分球 進去扣籃 上籃 自己有好球 哎呀可惜我剛剛原本可以讓他直接切入了 可惜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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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到 這邊給外線 3分球出手率大 BOW 十美帆加成 哇這樣子沒拼到他 可以可以可以拿下拿下 他其實我覺得他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不太想玩了啦 扣籃 哎呀這樣扣飛 喔防禦撞籃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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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轉轉轉轉轉 這樣我不虧這樣我不虧 哇沒有想到其實 LONZOBO這個球人本身 在得分上面一個效率其實還不錯啊 前面也有幾個不錯的一個3分球表現 但是後面我發覺他那個投籃速度相差起來還是太慢了 所以我真的不太建議他直接定點射投籃啊 就是盡量讓他跑一些那種可能那些外擴戰術啊 這樣對他來說可能在得分上的效率可能會好一些些啊 扣籃好球 但是我其實建議他打二號位啊 如果你真的是要讓他打一號位的話 我個人認為他鐵翼實在是沒辦法負荷這麼多啊 上去 哇這個是一個 又穿越啦兄弟 狼走這邊的話 切魯扣籃 可以啊 哇他都防不住 完全防不住 啊好球 三分球給你 欸這球可惜沒有進 好球給BAN SIMMS 扣籃 今天整理命中的瓦斯 25頭 16中 不是啊 我已經那個呢 還是被他頂進去了 切魯外線三分球 給他了 有嗎 好球 可以可以可以 他萬一三分球真的是投籃速度超級慢 但是 勉強還算可以投啦 最好就是你確認那個戰術已經跑到位之後 你再拉他投啊 我這認為會比較 比較好一點點 唉呀這邊可惜 這邊來看一下 他回來一個三分球 他投籃速度好慢啊 我快受不了了 哇呦這邊還是請老師進了 來回來一個三分球 再一顆 可惜沒進 他拉回來那個速度也沒有到很快啊 所以我覺得 有點尷尬有點尷尬 超級 可以可以可以 三分球出手 唉呀這 他就明明是那個神社載智你知道嗎 他就 投籃的感覺還是不是那麼好啊 在上面就 OK還行 幸好他剛剛在多 那一步我就死了 上面就出手 有嗎 唉呀可惜這球竟然沒有進啊 好啦 那我覺得今天這 卡片的介紹的話 我個人認為還算OK啊 這張卡片 確實 在這個二號位 無論是防守跟進攻 其實基本上都有一定程度的這個 實力啊 那我這邊的話 我個人認為他這個投籃的速度 我並不是那麼滿意啊 因為各位應該都知道 其實這個Tress Magritte 這個投籃速度明顯是快上不少 然後包含了二號位 可能Luka Doncicic 或者是其他球員的話 其實都會是更好的選擇 所以Long Zobo這個球員本身啊 呃 他也沒有比這個Ben Simons 跟這個Majic Johnson好用啊 所以我覺得這張卡片 算是一個可用 但是不是很強的卡片 這個是我個人的一個感覺 好啦 那今天全場三分球的話 是石頭無中大概五成左右的命中率 那這邊他整體命中率的話 大概是六成一左右 所以我覺得這張卡片的話 算是可以用的 但是因為我覺得 其實有很大一個部分 是因為他二號位 其實在這個位置守的 並不是非常非常好 所以我可以輕易的 給他切入 無論是報扣啊 或者是在做其他傳導 所以這邊的話 算是對方在防守上面的一個失誤 這是我個人的感覺 好啦 那我們今天這個Long Zobo這張卡片的話 就先記得要到這邊 那如果各位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別忘了想下方訂閱 別忘了按下方訂閱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